Hello,大家好,我是花柏克的花花 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萝卜海棠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 萝卜海棠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见到的仙克莱 我们可以从光照,水分,温度,施肥等几个方面来好好说一下怎么养护 仙克莱呢,其实是比较耐阴的一种植物 如果说家里面光照并不是很好的话 可以将它放在客厅里或者是东边西边的窗台上都是可以的 除了夏天,大家都可以全日照进行养护 还有水分的问题啊,尤其是到了冬天 它的叶子呢,很容易干燥,一旦干燥之后就会干枯 大家平时可以用一个小喷壶多多喷点水 这样能够促进仙克莱的正常生长 而且它的叶子会看起来更加的饱满油亮 还有就是温度的问题 温度呢,对于仙克莱来说其实很重要 尤其是到了冬天,仙克莱并不是特别耐寒的植物 大家一定要将它放在室内有空调或者是暖气的环境里 温度呢,大概在2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 最后一点就是土壤问题 大家养护仙克莱的时候 如果说比较熟悉它了,可以自己配土 但你一定要用比较微酸性的土壤 比如说辅叶土啊,泥碳土这样富含有机制的土壤是最好的 如果说大家比较想省心的话 可以直接去花式购买已经搭配好的酸性营养土 用这样的营养土来养护仙克莱 能够促进它的叶子生长 而且它的花朵开出来会更加漂亮 颜色也会更加的饱满 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养护仙克莱的时候 一定不要把水倒在它的叶芯处 因为如果通风条件不好的话 很容易造成烂液的情况 如果说一盆仙克莱当中 有一个叶子已经开始溃烂了 一定要及时的剪掉 不然很容易传染 好了,关于萝卜海棠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 花花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吧